1月27日 小米集团延续跌势 盘中大跌超5%报16.5港元每股 总市值4100亿港元 据悉 该股价同时刷新了近52周来最低 同时再次跌破发行价 财经天下周刊发现 自年初创造35.9港元每股新高后 小米集团一路走跌至今 不到一年时间股价跌幅超54% 市值蒸发超过4850亿港元 小米集团股价走跌 创始人雷军的身家也大幅缩水 在2021年全年 小米集团股价大跌 甚至将雷军送上2021年最惨富豪的第三位 公开资料显示 小米集团于2018年7月9日登陆港交所 发行价17港元每股 但上市即破发 2019年9月2日 小米集团股价一度跌至8.28港元每股的最低点 上市当日 雷军曾豪言要让上市当日买入小米的投资者 股价翻倍 直到2021年1月4日 小米股价收盘爆34港元每股 终于实现让IPO投资者赚一倍承诺 对此 雷军表示 再也不用关心股票 并删除了所有股票软件